好不过接下来看到就是五都大明星的我们的专题报导 今天看到的是大高雄市长三位候选的故事 把时间交为倩林 大高雄市长的选举呢 三位的参选人的造型都可以拿来做文章 黄彰顺跟陈菊呢是他们的发型 而杨秋心呢则是他的个子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啊 尽管说高雄县名啊习惯称呼杨秋心啊 都叫伯狗啊 但是呢其实他的身高是伯狗 因为呢没有办法长得高大 这样的身材啊让杨爸爸是非常的自责 但是身高没有办法 高人一等不代表讨不到一个高的老婆 而且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还相当感人 杨秋心身高15 这样的画面经常出现 小心小心小心 我们现场 现场 现场 请小心 动不动就被包围还曾经被推倒 因为杨秋心真的很娇小 爸爸说他从国中后就没有再长高过 行动不必的老人家坚持带我们去看那一口 害杨秋心长不高的鼓劲 杨秋心童年时家里很穷 穷到没有自来水 杨秋心国中就得尖挑百斤水 一天好几趟 还可以生一地啊 会不会大一点 是什么生一掉了 没病 像是三地了 现在你看这个有没有笑 老人家内救了五十年 但其实杨家人排排战 无论是杨爸爸、杨妈妈或是杨家大姐 每人超过150公分 杨秋心一五一 还算是家里个头最高的 也就比较不容易追到老婆 这一定的 有些人都以貌取向 你有内在 那人家要很心长的时候才有 杨秋芯的妻子林淑芬 164公分 两个人站在一起 太太足足比她高出一个头 当年两个人都在中顶公司当工程师 林淑芬笑容甜美又有才华 追求的人太多了 根本看不见杨秋芯 对啊 我觉得她怎么不高一点呢 她也觉得是有点点可惜 就说那不高一点更好 杨秋芯始终不敢表达爱意 直到一场车祸 林淑芬被撞伤脑部陷入重度昏迷 醒了之后却没有办法说话写字 杨秋芯把握机会 天天到医院陪在身边 一次一句教林淑芬 重新认字说话 这是椅子 这是桌子 这是电扇 这样一个人这样讲 他有录音带给我 他讲什么就这样听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 这一段我也很感动 因为这个人听说那个非常严重的 我们忽然差点是我们没有生命了 就是说众俗恢复 恢复 会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都还是个问题 可是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不顾一切 不顾的后果 就这样爱一个人 真是命中注定我爱你 杨秋芬从啵啵啵交起 从医院交回林家 又从林家交回杨家 这一交交了三年 杨秋芬终于抱得美人归 两人当年用来试字的字典 已经翻得破破烂烂 林淑芬就是舍不得丢 对他已经很旧 那个时候是已经不行了 再用交代贴过一次 然后用广告纸再贴过一次 真心感动了岳父岳母 突破身高的距离 杨秋芬从政后 也经常被151公分困扰 站上演讲台 只要台上的花插得高一点 观众就会看不见杨秋芬 几次之后 幕僚干脆帮他准备个垫脚台 随时备用 其实我跟他同学那部分 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绰号 我都叫他球鞋了 有一支黏香 然后就有人 一年就听到有人说 哦 报告啊 报告 我就说奇怪 我就旁边看一看 对 有报告啊 不看报告 他看我们舰长走来啊 我说报告有什么在公益啊 后来我就问啊 后来我就问说 不想你不知道 现哪错叫报告啊 我说原来是这样子啊 老板签在幕僚开心 大家会叫他报告 有种自己人的亲密 老板骂人幕僚不爽 也会叫他报告 就当吐口怨气 听久了杨秋芬也习惯了 还认为报告 很能凸显他的特色 其实矮不矮 影响真的不大 态度才能决定高度